另外回到香港 有報紙有六個建制派的議員 跟電視台有關係 怎麼看? 正常 你凡是建制派的議員投機分子 現在香港那些 除了公聯會、民建聯那些 土共有個土共好處 爺爺吹雞他認識位 他有個組織制衡他 那些秋水、政棍、李慧琼之流 那些工人組別之流 你怎麼制衡他? 他是不是黨員? 他舉了一隻手支持共產黨 找到一個位置坐 找到一個位置坐 自然就有人鬥鬥搭搭 所以香港就死在這裡 就算你連你自己都這麼忠貞黨員 那些郭佩帆、葉國謙 什麼的聲音 雞蟲堂之流 是不是? 那你也死的 正月堂之流 雞蟲堂 那你也死的 你這麼忠貞的人 你要收益 何況那些不是你左派的圈內人 他外圍組織 靠一堆找飯吃的人 他怎麼會忠誠? 他何謂忠誠? 所以他這麼多關係都正常 他每人參加那些公司 每年有董事務跟給 有很多東西勾勾搭搭 是嗎? 賺著數 因為他都說了 他中間政府有吉士的 你看看有什麼方法 跟他們清場 真是同意 我們提過 你真的做議員 不應該拿人工就可以了 沒有人工的 你去那些公司 做董事都不准的 你有錢 你搞得好 你就做 你沒有能力 就不要做 如果你借個身份來去勾結這些公司 搞來搞去 你香港是很難好的 一有利益就很難好 人有利益就很難好 人有利益就很難公正 正常的 看個問題